看到3G不下歷史舞台 繼美國 日本部分的電信業者 桑季讓3G退場 在台灣也正式出役 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 台灣大哥大 6月30號關閉使用 將近20年的3G網路 相關的頻率跟基地台站點資源 未來將轉供5G來使用 而目前持無Vault功能的舊手機 已經沒有辦法收發來電 必須盡速的換機 推估受到影響的戶數將有將近百萬戶